有頁面,包含就是 第一步就是先把這些,然後頁首部分的話 就是加上他的什麼 這叫做綠島觀光景點檢介,標題也是一樣,上面的標題也是一樣 叫做綠島觀光景點檢介 其實各位也可以,很多景點都可以做這樣子 甚至源氏大學也可以啊 你源氏大學去拍個看平面圖,也可以做連結嘛 其實說真的很多人來源氏大學根本也找不到地方 那找不到地方怎麼樣,以後就直接去他可能會去Google Play搜尋什麼源氏大學 Google Play搜尋源氏大學會出現什麼源氏大學導覽App之類的 當然如果將來你也可以把你的App,你做一個源氏大學導覽 地圖放上去的話,人家搜尋到 其實不是搜尋到官方,是搜尋到你的 所以會第一個先認識你,再認識這個學校 所以這個地方也是各位的機會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我們也是一樣把這次 Ctrl C,Ctrl B,中間加Enter,然後換行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把它做什麼呢 做項目清單,底下這邊有個項目清單 有沒有 或者按右鍵,這個跟前面都一樣 按右鍵這邊有個項目清單 項目清單 這個地方我們就可以做出項目清單來了 如果說要做跟上個禮拜一樣,我們先不要做地圖好了 先做 清單,總共有幾種樣式 包含就是說 我們 上面有個導覽列有沒有 然後再加This View 這個部分 怎麼做?上個禮拜有講過了 第一步的話,我們先不要做,我們先做超連結 如果我今天要連結到底下 有沒有 那我就做什麼呢 底下選取他 連結到什麼 進 Page 1 有沒有 選取他 Page 1 那以此類推 其他部分的話呢 就是把它選取起來 然後呢 再來選取 然後底下就Page 2 以此類推 那如果做完畢之後呢 理論上第一階段應該就OK了 就是 直接可以Page 1,2,3 然後這個是4 那我們這個地方呢就可以連結 Page 1,2,3,4 對不對 然後連結完畢之後的話 這個時候你可以把它Safe一下 或者按Ctrl S 然後 瀏覽 用Chrome來瀏覽一下好了 Chrome瀏覽 各位也看到 點綠島 機場 有沒有綠島機場就出來了 然後 南寮漁港 南寮漁港就出來了 不過呢 上面還要加上什麼 這個每一張圖上面還要再加上 那的回上 頁 對不對 的按鈕 然後回首頁啦 反正就是加一個按鈕上去 然後再來就是要加個圖上來 OK 所以第一階段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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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